面包也能成为文化遗产吗? 11月3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票决定 将长棍面包的手工技术和文化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几年前,因为受到工业化量产面包的威胁 法国面包师为了保存传统手工技法 极力争取法式长棍面包纳入世界遗产 这次的评选结果让他们感到相当自豪 在法国随处可见的长棍面包 是一种细长、外皮硬脆、内部松软的面包 也是法国的象征文明世界 至少一百年来一直是法国人饮食的核心 法式长棍面包只用面粉、水、盐和酵母制作 在4到6度膝下静置15到20小时发酵后烘烤 材料虽然简单,但随着面包师的经验和技巧 每家面包店都有自己的风格 根据法国面包师联合会表示 正努力保护法国面包的市场 不受工业面包店的影响 法国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比赛 寻找这片土地上最好吃的长棍面包 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票决定将长棍面包的手工技术和文化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已有包括来自130个国家 约600项传统 长棍面包的法文 Bugget 意思为棒子或棍子 每条售价约为1欧元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消费量有所下降 但据2019年估计 法国每天仍然生产约1600万条长棍面包 相当于每年近60亿条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